Hello,大家好,我是小菜,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是一期关于我从国内空运了一厢网红连衣裙到加拿大 然后整个大翻车的这样一个开箱视频 我的个人情况呢,是身高1米7,体重98斤 然后呢,我是属于前也不拖,后也不翘的那种平板身材 因为之前我是有出游的需求嘛 然后我就想买几条漂亮的连衣裙拍照用 我6月份的秘鲁之行已经去过了 我完全没有发料片呢,就是因为他们整个都是完全非常horrible的一些连衣裙 这些裙子是我在各大社交媒体,就是好评无数你知道吗 而且特别多人反馈,不管是卖家秀还是买家秀 他们都非常漂亮的网红连衣裙 但我拿到之后呢,就真的是太差劲了 反倒是我没有从网上做功课的 我在一些淘宝店随便买的 而且都是那种现货,不是预售的裤子 我觉得买的算是我比较满意的 首先第一条呢,就是我现在正穿着的这一条 黑白豹纹的这样一条阔腿裤 我买这条裤子呢,是因为我觉得它非常适合加拿大的夏天 因为这边的夏天呢,它不算特别热 太阳呢,又很毒,所以我觉得这种薄的透气的凉快的长裤 我这边夏天的一个必备的一个选择 所以这条裤子呢,我真的就是12分的满意 它做的是这样一个松紧带的设计 而且它前面呢,这个也可以 有两根袋,也可以调节你这个腰的肥瘦 并且呢,它是这样一个阔腿裤的设计 它其实还是蛮藏肉的 所以它对身材的包容性呢,真的非常的好 它摸起来呢,是这种滑滑的材质 在夏天穿的话,就非常的舒服 它上身这个肤感,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而且它虽然做的薄,但它有口袋 我觉得这种裤子有口袋,真的是特别难得的一件事情 不过呢,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它好像还是稍有一点短 因为我觉得这种裤子还是拖地有点好看 就是它的唯一的美中不足就是稍稍稍稍有一点点短 总体来说呢,这条裤子我真的就是非常惊喜 下一条呢,跟上一条一样,也是一条阔腿裤 只不过它们的花纹不太一样 它是一条斑马的花纹 而且呢,它们的材质也不太相同 这一条呢,它是一个雪纺面料的 这也是夏天穿很凉快的这样一个雪纺的料子 而且它同样呢,也是做了口袋的设计 我觉得夏天穿这种长裤,有口袋,真的是挺好的 这条裤子比刚刚这条鲍纹有一个比较好的点 就是这条裤子它够长 因为我个人在穿这种夏天阔腿的这种裤子的时候 我还是比较喜欢盖住脚面 我觉得盖住脚面这样好像显得腿更长 但是有点可惜,因为上面弄上油了 我估计我只能在家穿一穿 下一条呢,就是到了我说的为什么 就是大翻车 大翻车呢,首先就是它 拿到手呢,你看它这个样子,你觉得它真的是蛮好看的 跟模特的图呢,也是一样的 是这种玫瑰的印花 但是你随便看一看 真的就是,你随便拿一个地方 你看,线头 到处都是线头 然后你看它这个面料 它这个面料就是那种锯脂纤维的面料 不是纯棉的 它这个材料是不吸汗的那种 但是我之前说的这些都是一些就是无可挑剔的小毛病 真正我这条连衣裙 这玩意儿都没拆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这个版型实在是太糟糕了 首先呢,这个连衣裙它应该是为了防走光 它前面呢,做的是这样一个道理的设计 但是我跟你讲,这个完全一点意义都没有 因为你低头,它这个整部会垮下来,你知道吗 你会走光的比其他的平领的连衣裙更过分 然后就像视频里面,这个裙子吧 它会显得你这个腰胯非常的大 会显得你这个屁股整个很大 所以从背后看的话,它会很壮 而且它开叉的这个纸 我觉得它本意呢,应该会显得你比较瘦一点 但是,但是我这个地方怎么会胖呢 我如果要胖的话,应该是底下这个小肚子比较显胖才对 这个裙子哈,它这个开叉从这个地方 就是它最瘦的地方在这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穿这条连衣裙 我根本就没法吃饭 我吃两口,完了我就饱了 我背不跑饱的 因为它实在是太紧了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吃饭 而且你看它的前面,这个地方 它开的这个叉 我不知道它开的这个叉 看在这里有什么意义哈 可能是走路显得风轻一些嘛 这个根本就不好看 也不会显得腿细 你还不如从侧边开过来 你从这里开过来,我觉得还比较合理 对不对 你说这样还能显得我瘦一点 这样都显出什么了 啥也显不出来了 不知道它想表达什么 对这条连衣裙 它的版型真的就是不知所谓 但我根本就不知道 它这条裙子设计成这个样 到底是为什么 而且就这条裙子 是我在网上看到好评最多最多的一条裙子 推荐的人呢也是最多的 但是呢收到食物来看呢 它就是最差劲的一条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广告的成分比较多 我个人呢是非常非常非常不推荐这条裙子 下一条呢是大姐姐家的爆款 就是这一条海棠 这一条海棠呢 这个我拿到这一条是挂博款 挂博款应该是他们家去年或者是全年出的这个样子 它今年虽然也返厂了 但是因为他们家就是大家众所周知 这个预售问题不发货问题非常的严重 所以呢我们又等到我买的是一条房板 也是他们家比较出名的一个房板 叫黄岩 对我看了很多豆瓣的朋友 他们都在买这个裙子 因为我手里拿的这个呢是房板 所以我也不能特别就是质地有声的说 这条裙子的正版是怎么怎么样子的一条裙子 就我拿到的这一条呢 我觉得手感上首先就不太好 这一条呢是雪仿面料 这一条它只有单层没有内衬 但是呢因为它颜色比较深 所以呢你应该也不会特别担心走光的问题 这条呢是OK的 但是这条裙子有一点不好 就是它显得非常的老气 你知道吗 就是穿上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觉得不太像是我这个年纪穿的 20多岁穿这个真的就是非常的显老 你知道吗不太合适 还有一点bug就是它背后的这个拉链 非常的难拉 就算是你不能说你找一个人帮你拉 你一个人给你拉拉链 另一个人还要辅助 然后很麻烦这条裙子穿起来 太老气了这个 这个花色我这个年纪可能有点压不住 而且我觉得它显老气也不光是这个花色 也可能是前面这一排扣 你看就这一排扣我觉得也可能是显老气的原因之一吧 下一条呢是一条法式风情的连衣裙 就这个样子 它是有一个泡泡袖在这里 然后前面呢是胸前做了抽折的设计 是一条黑滑连衣裙 它这个料子我觉得还可以 它是有一层内衬 但其实它这个你看本身就不透 做这一层内衬我觉得意义也不是太大 这条裙子呢 我先说一下为什么我个人会选择这条裙子 你看就像我现在穿的这一条海棠 它整个把我的肩膀都露出来了 然后呢就会显得我的头大 因为我的肩膀窄嘛 所以像我们这种身材的女生 我觉得买的时候买这种泡泡袖 我还是挺好的 因为它就给你这样弄出来这么一块 就会显得你头肩比比较好 这一条不好的原因在哪呢 不好的原因呢 跟上一条有一点像 首先呢就是它真的穿上这个没法吃饭 就是吃样口就顶住了 而且我觉得 我觉得我的肩膀长得应该是没有什么的鞋 比如说高低肩呀什么的之内 然后这条裙子的肩膀呢 我挂不住 就是它这两个袖子在我身上 然后就掉下来了 然后我就这么掉下来了 它这个裙子呢 是在裙摆最左边 开的这样一个褶 然后可能会走路 显得腿比较细吧 但是没感觉到 这条裙子最大的办法呢 也不是我刚刚说的 刚刚我说的这都是小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特别显胖 它各种地方都规规矩绝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穿上呢就是显得我整个人 就是胖了 起码有两圈吧 我觉得 因为很奇怪 这个裙子 就大概从这个地方 然后下来 特别的显胖 但是你看这种裙子 我穿上就显得我的肩膀 没有那么窄的 我想的头不是特别大了 这个地方还行 然后下半身非常显胖 然后这条裙子也是 再下一条呢 就是我今天说的这所有的裙子里 最好的一条 为什么呢 到底不是说它贵贵之类的 而是这条裙子的版型好 它为什么版型好呢 这条裙子是超了Reformation的版 这条裙子呢 也是你看 就是你随处一拿 线头超多 然后这个呢 面料是这种比较滑的 但是呢 它有一定的厚度 它不光这个面料 它有一点厚 它又是这种好几层的 或者是里面有这种 内衬的 所以穿在身上是很厚实的 我觉得不太适合夏天穿 可能你到了春天 外面套个西方外套 或者是怎么样 能稍微再合适一点 你看这个又掉下来了 这条裙子呢 我觉得版型上真的是无可持宅 然后修饰的 这个人的身材也还可以 不会像之前那些裙子 显胖 显壮 或者是前面的 走路的交叉的那个摆 不知所云 这个裙子呢 它开在你的左边 我觉得这个走起路来 真的就是还挺前腿长 前腿细的 然后也让整个裙子呢 没有那么单调 然后这种花色 配色也挺好看的 反正各方面我都挺满意的 最后一条呢 就是玛丽的这条小黑裙 是非常正式的这样一条小黑裙 这条裙子呢 适合你可能有什么晚宴 年会或者是你上班 实在是真的太瘦了 它太瘦了 我穿上我觉得勒得我基本上就是 喘不过气的那种状态 它整个上身非常的瘦 它在腰部这个地方做了非常的折 然后就是包括这个地方也有 所以呢 还是挺修饰你这个肚子的线条的 我真的 这条裙子真的太矽 好不好看 我已经觉得不太重要了 这条件危及我的个人生命健康安全 我觉得我也算是一个瘦人了吧 我不是算是一个瘦人了 我已经非常瘦了 然后我也理解 它是这样一条包身的这种连衣裙 就是凸显我们女性的曲线 但是它做的实在是太瘦了 结束了连衣裙的潘娜 就到了我比较高兴的部分了 我不是空运吗 然后空运它有那种价格限制 就是说你这个东西不能超过多少多少多少钱 然后超过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保的 我就说我想运几个那种首饰 然后他说不行 你要真保实的话我们可寄不了 然后我说那寄不了怎么办 他说你就只能买一点便宜的 然后我就在平头登上买了一堆 我特别喜欢的宝石戒指 首先第一条呢 就是这个海洋之心 这条呢是我之前看杨幂的街拍 然后他带了一个 我觉得真的就是太好看了 一下子真的戳中我的点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 这个才十块钱 看得出来吗 十块钱 如果你懂宝石你可能看得出来 我这种不懂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我个人真的就是很喜欢 接下来呢就是我买的一堆宝石戒指 是不是整个闲的人就很富贵 这个我个人最喜欢这个 这个也还行 那这个我就不喜欢 这个钻实在是太假了吧 这就是墨桑石吗 这个真是我这种不懂钻石 没有钻戒的人 我看一眼我就知道这是个假的 我也没有把它充当真的的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它不太好看 那这个我就很喜欢 这个也很假 但是这个太阳花的造型 我觉得就非常的好 还有这个方的 然后还有三个呢 就是这个粉色的 然后还有一个超级超级富贵的祖母绿 然后呢就是一个这种新型的 也是蓝色的 都戴上就是这个样的 我觉得我这要一手这样戴出去 不长眼的贼或者是抢劫的真的会来抢我吧 那以上呢就是这支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请给我点一个赞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 再见 再推着下一次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